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国老 很多朋友现在在养无花果的过程中 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果子干瘪掉了 可能掉了 长着长着突然就啪掉了 感觉就是好像意外的落果了 非常的遗憾 想要养无花果的话 最关键的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在找春季的时候 跟它换个大盆 像我们面前的这颗的话 春天的时候它是两加伦的 我给它换了一个七加伦的大盆 因为无花果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它叶片特别大 所以叶片大的植物的话 对于水分和光照的要求都比较高 因为叶片大 所以它的水分散发的比较快 然后同时它叶片比较大 所以它需要一个光照 光合作用来吸收营养 如果光照不足 和我们没有换盆缺水 很容易造成了我们果子的落果畸形 这样长得不好的一种现象 如果出现这种现象 要看看你是不是没有换盆 没有换大盆 然后同时是不是没有放到外面 去淋雨晒太阳 虽然它叶子大 但是它不是一个耐淫的植物 它需要一个光照很充足的情况 这样的话它才长得比较好